好啦 大家好 我是曲奇放客 欸 好像很久沒有這樣子 鄭重的自我介紹 我是曲奇 然後 今天是曲奇的畫畫直播 EP 69 69集就是該有一些特別的嘛 69 呼應了一個 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來畫 速寫 速寫的時候畫不到開多大 這個其實取決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你在速寫的當下 你也是要去感受的 如果你覺得 速寫的過程 你覺得你畫東西太模糊了 那你就該把 你的畫布放大 他現在都隨時可以調啊 你就是如果 覺得畫不夠 你再調大就好 我覺得速寫 應該跟畫布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啦 速寫有幾個東西可以注意一下 欸 觀察力跟比例 沒錯沒錯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形狀 然後 肌肉 然後 記憶 資料庫 然後還有觀察力 觀察力 4個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 速寫最重要的4個東西 形狀 再細分兩個 這個 準度跟美感 美當感 美感 我先從形狀的準度講起 就抓形嘛 如果有學過畫圖的人 或多或少都聽過這個字 就是 你要去學抓形 那抓形什麼意思 其實它就是一個 看什麼畫什麼的能力 例如說你今天看到一個 圖 你覺得這個圖很帥 你想要去速寫它 第一件事情你就要有基礎的抓形能力 你才有辦法複製它嘛 不然你 畫出來的跟它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 也不能說沒有練到 只是說 你有沒有那個意思 這是比較重要的 再來就是 形狀的美感 形狀的美感有點像是說 練習一個人 然後畫到他的手臂 數節可能是這個樣子畫 你抓到了 你畫得出來 可能可以跟它畫的一模一樣 可是 你有沒有辦法用形狀的意思去加強它 例如說 你可能 意識到了 那我可能進一步 去把這個 形狀的感覺 再加強一下 再加強一下 可能做誇張話 這個叫做 形狀上的美感 形狀上的美感 這個東西 很重要 為什麼說很重要 有在課程中提到說 不要只練 骨架這個東西 因為骨架在練的東西是什麼 骨架練的東西是透視 但是 為什麼有些人 骨架打了 兩年三年 五年 到最後都不會進步 好你現在知道了 可能透視學會 你知道 你畫一個方塊 他這個方塊要 消失點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就是 你只要學過透視的第一課 一定都會知道說 三組邊都會有他自己的消失點 可是你畫出來的骨架 就是拐 一部分原因是在於說 你沒有形狀的準度 你們可以做一個測試 今天假設 你現在什麼都不要想 然後把這個圓柱體 重複一次畫出來 我跟你講 有一半的人 在畫這個圓柱體的時候 會變成這樣 他長度的比例不對 寬度的比例也不對 結構也沒有畫準 上面這個頂面的比例也不對 整個角度 整個角度 也是不對的 所以就算你的每一個方塊 透視點都出來了 但是 你練習一定還是會有對象 連這個對象的 他的整體比例都抓不準的話 那也沒什麼意義 有時候 你會一想天開說 我現在的能力應該可以 自己創造 你就畫了很多的 自創的骨架 沒有參考圖 當然不是不行 你這樣練還是會進步 可是他會有一個極限 你在有參考圖的情況下 你都沒辦法 很快的畫準 那你在創造的時候 會創造不出東西 缺少形狀的美感 不是喔 NONONO NONO NONO 耶 不是 這個不是美感 這個只是正確性而已 這個還沒有到美感的程度 這個東西 純粹是正確性而已 很多人以為 就是一直練 透視啊 骨架啊 你每次畫圖都是從這個樣子去畫 好像 好像每一次你都 畫得很有立體感 好像每次你都畫得很有立體感 喔這個我知道喔 這個我知道喔 這是這樣畫喔 這個是這樣喔 這個是這樣喔 這個每個柱體 立體感好像都畫出來了 立體感好像都畫出來了 但是 你會覺得說 透過這樣子的練習 理解透視 理解到一個 頂天 100%的程度 就是你以為你可以 解析世界上所有的透視 好我可以畫一個大方塊 你可以 你可以 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用這個方塊把這些立體感全部畫出來 這個東西是天方夜譚 當然 它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就是你可以去知道它這個坐標的走向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你這也是一個必須的練習 可是人腦對立體感是有極限的 不足的東西 需要用 抓形跟速寫去補 這張圖很明顯它是一個透視感強的圖片 那 很多人會 從 方塊開始畫 方塊開始畫 但其實這個東西你反而 你用抓形的比例去抓它 反而你用抓形的比例去抓它 我大概畫一下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 每練習一次 這個形狀 就這個大概的樣子 就會在你的腦海裡面 倒映過一次 只是說你有這個數學觀念之後 你可以後手再去研究 它的透視關係 例如說 這個柱體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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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回去打個骨架之類的 看看 你看 這個東西 也是我的 親身經歷 我以前很喜歡畫那種 威能者的那種透視啊 小時候嘛 就覺得自己很屌 然後都很喜歡畫 一個人 然後 頭很大 頭很大 然後身體很小 身體很小 什麼 然後每次畫完都覺得 自己畫得不錯 但是 真的學會之後才發現 錯的 錯的離譜 錯的離譜 它是有點像是那種烙印的 你練習了幾千張圖之後 幾百張圖 幾千張圖之後 你的 那個形狀會烙印在你的腦海裡 那這時候就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 肌肉記憶 肌肉記憶跟資料庫 其實可以 混為坦 同樣東西 100次之後 你在 下筆 你在思考之間就可以下筆 例如說我可以 很快的 就畫出這個東西 一個 一個北藍的臭直男 然後手插口袋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可以知道說 我畫到下面 我後面那隻腳跟前面那隻腳 是平行的 然後 這個肩膀 這個肩膀也會自然的 去 對到這個透視線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肌肉記憶 那 資料庫的概念 其實 我覺得比較像是你創作的 比較偏向創作那個部分 你們都有Pinterest 我覺得Pinterest就是一個很好的造謠境 就是 你是個什麼 什麼樣的人 你有什麼樣的性癖 在Pinterest上面都會 一覽無遺 像前一陣子 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 我的Pinterest 上面一直出現 腋下的圖片 然後你們這種東西啊 數寫久了 有時候不一定只會練骨架 有時候會練 畫這個人物的 衣服 衣物 衣物 那久而久之你在畫圖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有一些衣物的畫法 例如說我喜歡垂墜感的東西 所以我在畫很多人物的時候 就會去畫他的那個 衣服的垂墜感 我會一直講說不要打骨架 不要一直打骨架 有些人打骨架打到後面 都只是在畫重複的東西而已 你突破不了 因為你永遠都是在畫 圓柱體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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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 100次 你的腦袋還是沒有 接受到新的東西啊 你沒有接受到新的東西 所以等於說 你沒有 你的腦子 就只是在重複你習慣的事情而已 所以所謂的 資料庫就是 他到最後有點 會像是你創作的 走向 有時候會像是 會是你創作的走向 因為你 數學過的東西 到最後都會變成你的 肌肉肌 覺得講太多了 廢話系YouTuber 像這個東西 我就不會 一開始就去想要去抓他的骨架 我會去抓他的 血 他剛好後面有個H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H 超好用的 所以我才會把 把它 當成那個 教材 然後往這邊 會到他的 腳 上面這個是那個H的那個頂端 我會先抓一個這個型 很多時候你不一定要 從那個最基礎的抓型開始抓啦 如果說速寫的話 我會先去找 產寬比可能一個大的形狀 或是怎麼樣 他的 衣物 衣物 我先把想辦法把他的 形狀 抓出來 我剛剛畫的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是三角形 然後我現在要畫他的這一個 這塊 他的腰跟這個角 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人在說的那個 型的概括 很複雜形體 簡化成這種幾何幾何 會比較好抓 比較好觀察 然後稍微去抓這個型之後 我們再去 畫他的內部 這時候內部就 會比較 好抓一點點 對不對 像頭髮我就會把他 蓋瓜成這種形狀 眼睛就先不畫 OK 衣服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的抓型能力沒有到一定的值 你會覺得 畫這個東西很痛苦 但是就 沒辦法 所以這時候就是說 抓型概念 就是這樣 然後你看很多人都問說 那個衣服的皺摺要怎麼去畫 你看數學不就可以練嗎 數學不就可以練嗎 你就照他東西 你就照他的皺摺去畫 對不對 對啊那個H真的是 就是給人拿來練習的吧 他這個角 被切 那個圓圖被踩掉了 我就把他 用我的 既定印象把他畫出來 速寫 其實就大概是 這個樣子 我頭好像有畫太小了 我覺得所有人在畫人物的時候 都會把頭畫太大 這個東西也是 也是形狀比例正確性的一環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我的風格 但是 那你就要搞清楚 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是在 逃避 形狀的練習 還是說 你真的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而且你畫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那個H真的是 很好用對不對 很好用 後手我有時候就是會去想想看 這個骨架 這個樣子打 是不是這個樣子打 有時候就是會去想一下他的透視關係 透視關係 這時候 這時候 是不是很多 骨架 的感覺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是平的嘛 平的嘛 你可以知道他的那個透視感是怎麼樣 然後 他的地板 會是這個樣子 視頻線之下 因為我們會可以看到他的 底下鞋子的透視是這個樣子 跑的 我們這樣不就畫出他的 空間感了嗎 所以你說 畫速寫會練不到骨架 練不到透視 沒有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他們不應該是分開的東西 他們是 不應該被分開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 還可以練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 亮暗面 亮暗面 通常速寫 我會去找他的 明暗交界線 例如說 他的暗面在這邊 暗面在這邊 亮暗交界的 那個區塊給框出來 框出來 我會這個樣子練習 畫速寫其實有點像是在 不斷的接受新東西 有些人畫圖永遠都會 例如說你在畫這個褲子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自己既定的一個畫法 但是 假設你今天 這個樣子做 你就多學了一種 你就多學了一種 有可能你明天就忘記 但是你的 練習的那個數量 到最後還是會反映在你的 圖面上 像這個臉就有點太小了 其實要去畫細節有點難 不過其實你也可以 這也是個優勢 圖面小你反而會比較容易去觀察到那種 大範圍的 這個 陰影 例如說我會可能這個樣子畫 喔這個跟 素描又有點關係了 這個就有點難 我就今天先略過這個不講 好不好 好 好 第一張速寫 速的比較 呃我覺得比較 因為有講解嗎 我覺得比較 絲板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有點速的太嚴肅了 畫一張 好下面這一張 舒服的去抓形 他這個 我就不會像剛剛那樣子去抓了 我可能會直接從頭開始畫 我斜度滿點的老師 所以我現在這樣不好嗎 我覺得也不錯吧 我覺得不錯吧 今天 銅上有三位數位 你看 多麼優質的直播 這個 臉的形狀抓出來了 然後 再去 往下 往下 去畫他的其他地方 然後你在畫眉筆的時候 都可以去注意他背後的 那些 形狀 你的腦袋就是要有很多的 形狀在跑 例如說你把這個 手臂拉出來之後 你就要 馬上 你的腦袋 那個要畫面 就是 這邊這個斜度 是不是 對的 我不知道別人的腦袋怎麼想 但我在 畫這種 很快的速寫的時候 會 這個樣子 去做 例如說 我畫到這邊 然後 然後我想 想說 往上 這個是對到 耳機的嗎 或者是怎麼樣的嗎 就是我腦袋一直有 有那種 後面 背後一直有 圖形在跑 一直有圖形在跑 我覺得是這種感覺 的 這件事情一開始做會很痛苦 可是需要練習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難練習是因為 會不會是人的 左腦太強了 這個東西會讓人家覺得說 很難進步 因為它不可能是立即見效的 不像是你今天 清理納甲如色法 比美蓋斯貝雷 那種一倍就會 馬上就會 畫圖都是在用右腦 對吧 那右腦就 如果你沒有藏在畫圖的話就是會 沒啥成就感 有需要刻意想成圖形嗎 還是單純的線 想對應的位置 我覺得 我覺得立體的 不是立體的 就是平面的圖形 點線面 點線面 你是點到點然後連成線 但是我覺得面會比較 對我來說比較舒服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樣 但是 在我腦中如果有一個東西是這個樣子 我會舒服很多 我從馬尾到這邊 這個 圖形 會讓我覺得 好對非常多 這東西不是副形啦 這東西跟副形沒有關係 它就是形 副形是我們剛剛畫的這個 亮 跟暗的交界 這個東西叫副形 但我剛剛這個也不是完全在畫副形 我還有畫它的 固有色啊 什麼什麼的 這個東西不是副形 這個 這個這一張我覺得 很值得練習是它的那個 條文啊 它那個條文很 很值得練習 所以你看 它很多人畫條文會怎麼樣 1 2 3 4 4 5 6 那我剛剛在畫 我剛剛在講解的時候 不是有講那個觀察力嗎 我這時候就是你觀察力 發發發發發作用的時候 發發發發發一路發 OK 你的觀察力有沒有觀察到這個 這邊有個縫線 這個就是縫線 這個縫線如果把它畫出來 然後這個線條啊 這個縫線的落差畫出來 有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性感的來源啊 你東西不性感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畫出來絕對性感 絕對性感 然後 剪機師不要把發化剪掉 你看這樣才性感 這樣才性感 然後 這個有一個弧度啊 有一個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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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認識 然後這邊 這邊你的服裝 這個小小小的 這個叫什麼啊 用繩子做成的一個扣子嗎 這些東西畫出來 才是SEXY的關鍵 這時候你的資料庫就又增加了 你之後再畫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想法 我要這樣子畫 畫出來才會性感 然後這個縫線 是重點 當然每一個人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你覺得這個縫線不是重點 你覺得一定要畫出那條溝才是重點 那我就隨你 因為每個人的 喜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一樣 像我自己就覺得這個縫線絕對要表現出來 我就會去練習這個 這時候 數學就是這樣子 你要練骨架也可以 你要練這個 所有東西都練得到 關鍵在於說你的腦袋 裝了多少東西 後面這個屁股 轉下去的那個東西 一定要畫出來 不然你怎麼會 你怎麼可以按 你有怎麼有辦法暗示的出他的 骨盆 是這個樣子 懂我意思嗎 有學過骨架透視的人就知道嗎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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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練這個東西 你的骨架就算打成這樣子 你到時候 屁股畫出來那個條文還是這樣畫 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fuel啦各位 有沒有fuel我直接放大畫面 我說不了了 有沒有fuel啦各位 這就是 速寫的精髓 休息一下 我去喝個水 然後我把泡河做了 結實的 好吧 今天 說有了 這個東西 你搅ys那邊 也是 好 老爺 兒子 暫時 婚似 語臺 你 詫 跟我 可 老爲 说 吳 按 條紋的皺褶 這個急轉直下 這個東西就是精華所在啊 這個東西就是精華所在啊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你的立體感就算練得再好 這個東西你沒有畫過一次 你根本不知道它會長這樣 你不會想到 會是這種 尷尬 這個數學看你想要畫到什麼程度 有些人覺得可以試試看把這個東西畫完了 那你就鋪設啊 你就繼續畫下去 那你覺得怎麼可能這個東西 我畫夠了那就這樣吧 那就這樣吧 沒有人硬性規定說 我的數學你要畫成怎麼樣 最主要就是你的觀察力 下面一張我挑的是這一張 那這時候我會試著用骨架的方式去畫 骨架的方式去畫 換個方式嘛 我說過了那個數學 沒有這麼的死板 我有說過嗎 我想要現在打骨架也行啊 沒有人說不行 我剛剛只是說骨不要一直打骨架 並不是說不要打骨架 OK 可以試試看把這個骨架打出來 打出來 直接作弊 稍微對一下 會不會太偷懶 會嗎 這個胸腔畫太下面了 因為他是低頭 他的頭應該會跟他的胸腔靠近 好 畫完這個骨架 我們就來 上他的輪廓 這邊的話我會比較在意他的整體的比例 我不會去太在意他這個全部的細節 或是抓型抓怎麼樣 我會比較在意他的體態 我覺得他這個頭髮就很有參考的價值 你可以先試試看把這個型給畫出來 畫出來有點像孫悟空有沒有 不是很多人會說什麼 那個頭髮很難畫嗎 飄愛的頭髮很難畫 這時候你就可以練習了 先把他的 形狀給畫出來 然後裡面的 結構稍微腦補一下 這個 骨架面向有點打錯了 這時候就看你要堅持你自己的那個骨架 還是說你要配合一下他 好這張 沒有畫得很好 不要介意 我覺得這張畫得很醜 但是就是 你懂嗎 練習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翻車 抱歉 抱歉 你翻車翻久了 就是 還是會翻車 不打骨架 我說了嗎 不是不打骨架 對齁 我說圖上面寫不打骨架 打破規則了 太急了啦 我這一張太急了 太急了 導致有點畫得不太好 可能因為直播吧 怪在直播上 我破戒了 藝術家就是要突破 框架 你知道嗎 要突破框架 好不好 你不要當個乖乖牌 別人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OK 急了 好啦這我錯了 對不起 打了打了 那我把 那個骨架線都擦掉 好不好 線都擦掉 我很抱歉 抱歉 還是我要跟 那個一樣 對不起 一點都不誠懇 做做效果而已 做做效果而已 有時候 像這種啊 你看這種 畫的 我覺得畫的沒有很好的 可能剪一下 貼上 這個調低一下 我們重來一次 這時候會來注重一個東西 叫做 我形的美感 形之美 好不好 形式上的美感 不是啊 形狀的美感 就是我可以開始在意我的線條 跟我的形狀美不美 例如說 這個腰線 腰線 我就會可能這樣子畫 這樣畫 然後腿 腿 就你再畫一次 說不定會畫得比剛剛好 說不定也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就跳過這一張 就當上醜衣 大家 把你們記憶消除 請不要看到我的醜態 好不好 可以順便修正你剛剛的 醜的地方 形狀的美感 其實起點就是線條 線條可以盡量 不要去蹭那個線 不要這樣蹭 這樣子蹭 你的線條就是會 變得很糗 盡量 盡量 就算要蹭你也是放大去蹭 放大去蹭 手繪的話就重畫一張吧 手繪的話就真的 沒救 沒救 手繪有手繪的難處 電繪其實也有電繪的難處 它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去細化它 其實會很不舒服 因為它的筆筋還是會 沒有手繪這麼的細緻 你手繪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 你不可能這樣放大 不可能 你一定是眼睛下去一點看 然後再上來一點看 那它這個樣子 下去又上來 下去又上來的這個成本 跟你這樣子放大縮小 來的小太多了 所以你在手繪的時候 基本上 你是更容易全局去看整張圖的 當然電繪也會有 也會有它的解決方法 就例如說 這個有什麼 參照 它可以參照 你可以隨時隨地注意它的 全局是長怎麼樣 但是它就是又會佔領的畫面 這就是我覺得 電繪其實 說實在並不會真的比 手繪方便那麼多 我覺得啦 就我的經驗來說 我一開始在練 速寫的時候 一開始我其實 多半是用 手繪 多半是用手繪 就手繪的那個 那種困難的限制 反而會讓你的 速寫能力變得更強 電腦太方便了 所以 有時候會 反而會沒有這麼厲害 你會看到我這一張 我故意不去做那個陰影 是因為我想要 做一個新圖層來畫 我用 硬一點的筆刷 硬一點的筆刷 我覺得這張好看的是在於它的 光影 我在於它的光影 所以我會 試著去訓練它的光影 那光影的話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用二分 例如說 肩膀這邊 這邊都是暗的 那看這邊有個頭髮的 頭髮的投影 這個東西 有些人沒有看過就畫不出來 這個東西都是要看過 都是要看過 這整片都是暗的 然後手指的上面這一區是亮的 這很好觀察的出來 腳 然後這個投影 這個投影 這邊就比較難分了 那我就直接畫黑 這時候你畫出來的 照著它畫出來的光影 就會跟你平常習慣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最常見的陰影就是這樣 這個頭低下 所以這邊有陰影 這個手 這邊有陰影 這邊一面 立面亮 另外一面就是暗 這些 我一定要畫出來 這邊 就有腹肌 這邊 膝蓋底下 這邊是暗的 這樣看起來就沒有 沒有這樣子高明 知道意思嗎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說我可以 回去畫一些細節好了 回去畫一些細節 其實我也不知道 感覺 術寫不應該畫那麼細 但是 我既然畫了就畫了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 感覺 術寫不應該畫那麼細 但是 我既然畫了就畫了吧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把他的固有色畫出來 好了 既然都畫陰影了 反正我就隨便加個 固有色好了 膚色 膚色 然後泳裝的這個花紋 花紋 花紋 好 那感覺就出來了嘛 這時候你就會學會一個新的 可能陰影的方式 畫法 好 那接下來來畫一點點 剛剛有人說 動態是不是 好啊 我找一個比較動態的來畫好了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 你在畫的時候 線條要 有力一點點 就是 不要這個樣子去描 這樣子 比這樣子好 像這種體態的術鞋啊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從 一隻腳開始吧 就是我會先找他最 不一定是從腳開始 就是找他最長的一條邊 例如說 我覺得 他這整隻的 整個人的力道是這樣子 那我可能就會先從他的 腳開始著手 對就是三角區 就從最明顯的地方 開始著手 這個衣服的部分 可能就會先用形狀的方式去抓他 就是這個形狀嘛 然後 最後再去畫 手 你們都是我的形狀啦 難怪會跟我想的一樣 肌肉串連的同時表現失利關係 好我想一下 我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速寫畫完 失利 等一下我有點不太確定 你問的問題 是啥意思 讓我想一下 好 你說那個好像跟動畫比較關 就是在畫肌肉曲線 串連的同時表達失利關係 呃 不太確定 因為你說肌肉串連的話 例如說 好你今天 我先 再抬東西好了 二頭肌會 起來嘛 那你可能這個就會畫比較大 二頭的部分就會畫比較大力 呃 是這樣嗎 因為我不太確定 但是 如果你是說 純潤那個線條的 韻律或者是什麼的話 就是 跟我剛剛畫這個有點像 我可以建議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練習 畫出有趣的線條 畫出有趣的線條 就是這種東西 要畫出有趣的線條 通常就是鎖時間 例如說你可能 你要在10秒 或30秒內 畫完這個速寫 那你會怎麼畫 通常你不可能這個樣子去畫 你絕對會大筆大筆的去畫 例如說你絕對會這個樣子去畫 那這個樣子 你畫出來的線條就會很酷 很酷的同時 他帶了一點風險 就他有可能會爆掉 你有可能會畫出一個很醜的人物 但是 這個練習的重點 不是說你畫的人物比準不準確 而是你畫的圖 有沒有韻律感 通常韻律感就是從這時候 誕生出來的 我自己比較偏好 用觀察跟 大量的練習 去感受到那個東西 我剛剛說的那個練習就是 練習韻律感 那個東西沒辦法用公式講 你用公式講會 會變成說 你畫那個方法就沒救 例如說你要畫那個手臂線條 好 例如這個 這個東西好了 如果你是花時間去畫的話 一開始可能會畫這個樣子 你會想把每一條線都畫清楚 可是 有經驗點的人在速寫的時候 就會知道 你在畫線條的時候要快 那可能第一筆是畫這樣子 那他這條線是哪條線 是他自己心中想的那條力道的線 然後手 他可能會這個樣子去練習 那通常會畫那麼快 就是因為會限時間 那限時間的情況下 你有可能畫出來的人物 是不準的 是不準的 你有可能畫出來的人物 是不準的 可是他的線條 其實你單看出來看 會比 有時候你畫了很久 在那邊戳 在那邊戳 會來的更好看 這個就是我練習韻律館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 給大家參考 裸體的速寫 通常他都會限時 他可能會是一個set 你去看那個什麼 Postmania也好 或者是那個什麼 Figure drawing嗎 我有忘記他那個網站的名稱了 他很多時候會給你限時 例如說15秒的10組 你畫10張15秒的 然後畫1分鐘的畫5張 然後最後可能是5分鐘的畫1張 他通常會這個樣子安排 那個目的就是讓你練手的 你先不要想這麼多 你就直接一筆大筆畫下去 那個時間就是逼你去大筆大筆的去畫 這時候你的韻律感自然會出來 如果說你有想辦法把這個東西畫完的話 當然你的抓型能力跟你的經驗 還是會影響到那個成品的出來的樣子 可是那個練習的目的就在於說 用逼的把你的韻律感逼出來 很神奇喔 就是你畫完可能10張15秒的速寫之後 你去畫3分鐘的速寫 你會發現變得很好畫 會發現很舒服 我之前去那種實體廠的人體速寫也是這樣子 他通常會一開始不會叫你說10分鐘半個小時畫一張 他會叫你可能1分鐘2分鐘就畫一張 目的就是叫你趕快畫完 趕快畫完趕快畫完 喔對阿Light of Action 我剛剛忘記了 有些人畫站姿就是永遠都是畫 拉出那個體態 用線條拉出那個體態 他可能會讓東西變得更誇張 他甚至可能屁股會來到這邊 他還是會有線條的韻律之分阿 不是說你畫靜態的人物 他那個線條就不可能有韻律感 那個是不太一樣的東西阿 他那個真的蠻神奇的 速寫我建議大家都去做一下 你去搜尋 剛剛有人講嗎 Light of Action 你們就上去然後去 他有一個人物練習的set 然後進去就可以設定了 你就能知道那個感官 感官被逼迫 逼迫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會從他這個角開始畫 這個我再把它拉長一點好了 誇張一下誇張一下 因為我想拉長看看 我覺得其實鞋子也是一個很需要速寫的東西 因為他的角度跟那個體積感不好抓 尤其是如果你沒有速寫過那個角度的話 其實你很難靠那種 方塊阿 去把那個鞋子畫成型 我覺得很難阿 我覺得多少還是要靠一點點速寫的經驗 鞋子真的不太好畫 我覺得鞋子算是 勸退畫圖的一個殺手吧 好啦 我覺得今天就到這邊了 其實雖然沒有畫多少 大樹守衛 大樹守衛 大樹守衛怎麼畫 大樹守衛 哇塞 大樹守衛 很兇阿 很兇阿 但是可以喔 我們來畫畫看大樹守衛好了 好啦 就大概畫一下好了 大樹 守衛 拿著 這個馬 這是什麼東西 他的盾牌嗎 好 行拉 有fuel 有fuel 騎在這個救救上面 有fuel 這個馬也是蠻帥的 他的馬是 他的眼睛是那個 是那個情緒用品的樣子 人家人家是口球他是眼球 哇大樹所謂畫起來蠻爽的 蠻爽的 他就是 畫這種 東西就是把他的腹型 想辦法把他的腹型逼出來就對了 他的臉到底是怎麼做的啊 這個是正面對不對 他現在是面左對不對 渴喔 渴喔 有feu喔 有感 有感 今天的大樹所謂 有屍 我有屍 可以可以 我真的欸他頭上也太可愛了吧 他頭上有一個樹欸 然後這東西裡面這些寶石 混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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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混有沒有 你就會 越接近AI 我跟你講AI就是 這些地方AI就是用混的 有點懶得畫 這盔甲有點麻煩 大概就好了 很隨便的 很隨便的畫家 那種很暗的地方就要畫 一定要畫 先畫 這盔甲真的很多花紋欸 一片兩片三片 隨便 重點一定要畫齁 口球 口球的那個洞一定要畫 什麼東西都可以省略 就這個東西不能省略 我手好痠喔 我手好痠喔 我手太痛了 然後中間這邊有一個 這是什麼桃子嗎 剛好這個碼中間這個分界 就讓它變成一邊暗一邊亮 我把這個表現出來 回 mines 趕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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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Wild хотя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我要下波 馬的馬馬的鼻孔 龜孔 第一個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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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用一個用一些這個 塗一些這個趕快趕時間 亮布刷一下亮布刷一下 快快快快快快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快快快快快 然後塗抹塗一塗塗一塗假裝有東西 假裝有東西快快 然後再再回去更新一下他他應該要有的 這些奇奇怪怪的資訊量我在講什麼我都不知道 這些結構什麼的就 隨便 隨便隨便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想回家了啦手痠手痠手痠 好最後再回去強調一下這個邊框 邊框也是蠻重要的 還有這個三層這個盔甲最重要 這個結構不用看懂齁這個結構看個大概就好了 看個大概就好 這邊有個亮布啦這個一定要表現出來 等一下等一下這邊 沒看到靠別這邊這邊 馬的耳朵馬有耳朵嗎 他有耳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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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耳朵那 他只有他只有口球啊 對啊他只有口球啊 他沒有他沒有耳朵啊 好 好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再滑下去沒完沒了了 再滑下去沒完沒了了 好了就先這樣吧就先這樣吧 就先這樣就這樣 不管了不管了 今天就先這樣 好不好今天直播差不多 好最後最後放首歌 謝謝大家